我的人现在有什么微信啊 什么微博啊 Line啊 甚至他会透过我认识的朋友的朋友来找到我啊 有时候你会讲说 因为我自己有 比如说我的亲人 我是一个我接近的人生病 我就会多为他念 有时候很忙 哎呀这个没时间 然后我自己就 好吧好吧 哄啊哄 但是有时候自己也在想一想 不慈悲 我这个就修行很重要 检讨自己 反省自己 随时反省 我这个动机将不信 我没有说我现在醒了 但是我每次都会反省自己 好吧 然后我就一有时间好吧 再把它拿出来再念一念 这样 哪一天能够 不要关掉 能够念到平 不要关掉 我这么努力会流汗 你还故意打 你不会坐别的位置 我一个围巾在那里面 然后把它关掉 什么叫空性 不是感受你自己能够热 是感受别人能够热 不要太强 就刚刚好就好了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相信因果 所以你每一个起心动念 每每讲一句话 都在影响这个世界 这个永远要记住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下体悟了 就是这个道理 念一下 因缘所生法 这个世间 所有看得见的 听得见的 包括一直比一个感冒 一个人 都是因缘和合而生成 不是永恒不变的 这个世间 没有一个单独存在 不变的存在 的一个人或事情 今天这个法会 也是个因缘所生 但是因缘所生法 它不是永远的 等一下这个地方又变了 所以天天都在改变 所以这个世界 一切的存在 都是原因条件 组合而改变了 这个花给它多一点水 它就会多活两天 我告诉各位 这个花还有一种 让它永远漂亮 来 我爱你 谢谢你 我妈你被命 它会多开好几天 相不相信 你赶快买一个 钻戒给你太太说 我爱你 它马上变少女 它不会在那边 念念念念念 妈妈 因缘所生法 所以你对世界好 世界对你好 习惯了 就像刚刚我要出房间 要来这边了 我会跟房间的 里面的 有情送生 谢谢你 一起来听法 跟我来 不要一直躲在房间 太痛苦了 虽然我在房间 一直对它很好 所以床也要对它好 水也要对它好 所以 那是 所谓 因缘所生法 这个意思 是各位要觉得 原来我们活着 不能离开 爸爸妈妈 不能离开 祖先 不能离开 老师 不能够离开 社会国家 不能够离开 空气 不能够离开花草 树木 太阳 一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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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间 一切的存在 都是因缘所生 互相依存 互相影响 没有单独的存在 佛陀因为这样子的 观念 而跟我们讲出了 三世因果 所以好好坏坏 好好坏坏 都是因为你 累劫累世的 起心动念的行为 一直在影响你 释迦牟尼佛 有一次 做一位大菩萨 要跑到那种 没有佛法的地方 去弘扬佛法 但是居然被 当作犯人抓起来 抓起来以后 关三年 关在皇宫里面 关在皇宫里面 后来他的一位功德主 就怪我的师父 说要去弘法 然后这不见人 过来调查 结果才知道 他被当作 这些逃犯 关起来 那个时候 这位功德主 就想办法 那我就去 跟那边联络 结果对方跟他说 给我们三 好像是三千万黄金 类似这样 才要放他走 这个功德主 没办法了 他就是到处去凑钱 为了救他的大法师 凑了三千万 终于把他的 师父救出来 他被关了三年 那佛陀就把这个故事 告诉大家 他说 佛陀说 我就是那位法师 为了被关三年 然后呢 还要三千万 那一位功德主是谁呢 过去 佛陀说 他帮人家卖菜 老板在卖菜 他负责那边 收钱整理一些东西 小弟就对 那有一位 常来买菜的人 天天来买 人很好 就有一次 他缺了三毛钱 但是 他缺了三毛钱 他说明天再拿给你 结果这个会计想说 哎呀 天天买这么多菜 我们老板还真吝啬 连三毛钱也要 他不跟他要 他不跟他要 每次来 他都不跟他要 还偷拿一些菜给他 那佛陀就说了 他说 我就是那个小会计 欠我老板 三毛钱不给 然后呢 那个老板就是那个国王 我就是那位小会计 那一位买菜的好人 就是那个功德主 为了三毛钱 他要被关三年 他要拿三千万 所以各位 你可以逃漏税吗 因为国家的福利制度这么好 不管哪一个国家 都有它的原因的 所以 如果你懂得因果的道理 一花一草一木 你都不愿意伤害 所以有一位出家人 他经过一个荷花池 那个花好美哦 好香 那很多行人就把它拔起来 闻一下 带回去 因为那是公家的 那个是 也没有人的 那是野生的 那个出家人就想 嗯 真漂亮 没人了 他还把它拔起来 漂亮 结果那个荷神 就跑出来 骂他 那个荷神骂他 他出家人说 前面那么多人拔 你都不骂 你干嘛骂我 那个荷神说 你是出家人 你懂因果 你要拔这个 有没有经过我荷神同意 虽然这边是野生的 那我是这边的管理者 所以你这样就是偷盗 不尊敬 在家人我可以原谅他 因为他不懂 但是一样有因果的 但是你懂 哇 这个出家人 跪在那边跟他忏悔 对不起 对不起 所以我想各位 你今天在某一个地方能赚钱 在某一个地方不能赚钱 是你跟每一个地方结的缘不一样 这一点我体悟最高 因为我每天都在到处跑 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事情 我自己都有很大的感受 有些地方我跟他结好缘的 好像事情很容易办 有些地方真的是结坏缘的 你不被他打已经不错了 他没有把你赶走 忍到你最后一天已经不错了 但是那个时候不能怪对方 哦 现在你就知道 他对我越不好 我要对他越好 因为我欠他 所以中国佛教有一个叫 王马子十六刀 这个故事各位不知道听过 一个很好的英国故事 有一个王马子他很有钱 拜观音菩萨 有人很喜欢做善事 然后做善事天天拜观音菩萨 天天拜观音菩萨 也希望全家平安 结果有一天做梦 梦到观音菩萨来跟他说 王马子 再过几天 你有一个冤亲在住 找你报仇 你欠他十六刀 而且你抢了他的钱 所以盗匪要到你们这边来了 你要赶快小心 结果王马子一听 我欠他的 抢到他来了 他就把他很多钱 拿出了很多钱给他的家里人说 你们赶快移到别的地方 他家人说你不去 没关系 我没有问题 你们去 他留了一大笔钱 那天就请人家办桌子 办好在他家 最好吃的都摆在那边 他也告诉很多邻居说 你们赶快离开 赶快离开 然后他就坐在那边 因为他相信因果 观音菩萨说了 他也愿意面对因果 所以他就在那边等 结果强盗来了 带了几十个人 强盗到他家来以后 要砍他 这个王马子 强盗先生 先吃一顿 不用抢 钱我帮你准备好了 你吃一顿 强盗说你精神有问题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个王马子说 这位先生 我天天拜观音菩萨 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到 过去我杀你十六斗 抢你的钱 所以我心甘情愿 我天天拜观音菩萨 我可以去极乐世界 所以我先跟你忏悔 请你吃一顿 我欠你的钱 我都准备好了 然后等下你才杀了我 这个强盗 他想说 太厉害了 我也天天念观音菩萨 希望发财 你也念观音菩萨 他杀不下他了 他就吃完饭以后 算了算了算 我拿了钱 我走来 我不要杀你 这个王马 不行 你一定要杀我 不然我这十六刀 我下辈子还要再还你 所以 后来这个强盗怎么做呢 他就把刀子反过来 好吧好吧 我在你背后 划十六刀 不杀他 让这个强盗回去 会不会做强盗 他也开悟了 今天我过去杀他 现在我去抢人家杀人 换我被杀 所以他有钱了 但是他不需要做强盗 这个叫 今天这个王马子 如果没有这样做 他们的仇决就更深 因为这样 救了他自己 救了全村子的人 救了这个强盗 救了这个强盗 会救多少人 所以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我想 今天我在这边 来跟各位讲佛法 各位一定是过去 我的亲人 父母 兄弟 儿女 搞不好是我的太太 你知道吗 好可怕 什么事情都会有的 但是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千万不要明年来 你还问我同一件事情 师父 你看我堕胎胎的操作 没有 你还是你的想法 你还是你的私心 你还是你的执着 那就没办法 因为这个姻缘一到 你错过这个姻缘 你还要再 就像一个人说 师父我要出家 我说你要出家 你要动机正确 就赶快出家 错了这个姻缘 没有了 要不是说我三年以后 没有了 没有了就没有了 因为姻缘 是很特殊的东西 所以我想 当我们碰到佛法的时候 你就要把佛法 伸直在你心里面 就像 就像针灸插到你心里面 放在心里面一样 用这个佛法来过你的生活 不要再自私 不要再自以为私 不要再用私心的想法 去做事情 不要再抱怨 为什么他对我不好 为什么他对我不好 因为这个都有他的因缘果报 那你相信因缘果报 那你就去种好因就好了 一方面忏悔 这个不好的事情 我忏悔 二方面我去做好的 那你就是在改变因果 所以释迦牟尼佛讲 这个因缘果报 就告诉我们三个真理 第一个 善有三报 恶有恶报 你对世界做的 世界一定会对待你这样 你曾经在某一个河里面游泳 在这边尿尿 你保证坐船那边 必定翻船 因为你在那边做坏事 丢石头 杀鱼 你曾经在那条河流上 杀鱼 你累事好几次了 你跑到那边去旅游 一定在那边翻船 受伤 就像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一步飞去 载三百个人 三百个人一起都 罹难 甚至